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您現在收看的是麥塊考古學 相信大家在玩麥塊的時候 多多少少都有用過木門這項物品吧 但大家有仔細看過 它到底是怎麼顯示的嗎 是2D渲染還是3D渲染呢 很有趣的事情是 當你拿在手上的時候 我們的門是3D渲染的 可是放出來之後 特別是有這個木門 可以看過去有洞洞的時候 這個你只看得到 就靠近你那一面的塗層而已 後面的那一面是看不到的 那個拿手上的和實際放出來的 對比看看就非常明顯了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這個裡面沒有塗層 只有外面有塗層啊 那拿其他的上來也是這樣子喔 裡面的沒有塗層 或那個手上的有喔 為什麼手上拿著有3D效果 放出來的就只剩下2D渲染呢 其實麥塊官方 有想要讓放出來的門 就是我們實際在用的門喔 也有3D效果的 在第一次門分加的時候 14W32D 喔這個快照版本 竟然有到D欸 真是少見 在這個快照版本呢 那個木門第一次分加 有3D效果出現喔 秋風目前所在的快照版本呢 就是傳說中的14W32D阿 喔這個控制感 在我蹲下的時候 有點怪怪的喔 顯示不太正常喔 這一個快照版本呢 是我們的木門 早期只有一種門就叫木門阿 正式分加喔 分成不同的材質 這個材質跟這個 這個比較瘦阿 怎麼會瘦成這樣阿 材質不統一 太有趣了 在這個版本呢 木門也就是我們的橡木木門喔 欸沒有差別喔 跟現在的都一樣 還是屬於2D渲染阿 那這個沒有洞洞的兩個門 也看不出所以然來嘛 所以就不用講了嘛 重點就放在這個叢林木 還有我們的相思木門喔 來放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3D渲染效果了 可以看到後面的門框欸 有厚度 真實的厚度阿 然後另外一個 跟現在的 這個 哇這個 真實多了 這個才是 真的門吧 不是一片紙了 更棒的渲染 那個 呃 後來官方就沒有使用 這種模式嘛 對啊就是 現在我們看到的 都是像 這種渲染效果 後面就變成 空心的 看不到喔 不知道是因為 呃 製作出這種會 加大那個 伺服器的負擔 或是遊戲的負擔 或是 不利於修改材質包 不知道喔 總之 就是 只存在這一個 快照版本 之後的所有版本 那個 Minecraft 都堅持 要使用2D渲染 沒有再給你3D渲染了 不知道大家 喜不喜歡這種 3D顯示的效果呢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啦 特別是這個 相思木門 那個 相思木門的洞特別多嘛 所以 2D顯示和 3D顯示 差別 還蠻大的齁 不過那個 剛剛講的理由 也不是不能接受啦 畢竟你改成 3D顯示之後 你要 修改它的材質 就不是 簡單的 一片 一張圖就可以解決的齁 連裡面的那些 里里卡卡 都要 都要有貼圖齁 才可以 3D顯示齁 這樣就會增加 改變這個 材質包的難度齁 呃 我也是不能接受啦 不過還是覺得 刪掉非常可惜了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留言在下面齁 我們今天的 麥塊考古學 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 收看我們下次再會 掰 掰 !? civ